結果後來他說 我們來調整 我們第二階段 來看一下這個 機動市議員張知豪整理的 到了第二階段 現在20到45歲都可以 放寬10歲 也不用當志工了 然後為月資費免費 所以開始超級大撒幣 結果產生什麼情形 所有的公所炸掉了 大排長龍 你來看 網友整個上網去講 這個整個狀況 中山區的區公所排隊 凌晨三點 到基隆中山區區公所排隊 凌晨三點 結果500塊一小時 7點錢換手 共4小時2000元 這什麼意思 公開的有人帶排隊 黃牛票 淚黃牛票 就帶排隊 所以這代表什麼 你來辛苦賺辛苦錢 你這樣子 沒有 帶排費用一個 那我先講為什麼要帶排 因為他現在預算爆掉了 大家要去報名的狀況 現在到什麼狀況 現在要止止止測 還賣一點的就沒了是不是 對 他現在是已經申請的數字 超過一萬輛了 一萬輛是什麼概念 我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基隆市掛機車的牌 就是油車 是油車的牌 兩年半的領牌數 短短一兩個月內 現在這一萬輛是兩年半的領牌數 市長這個政策很受歡迎 你要幹嘛道歉 沒有 可是問題就是 錢沒這麼多 我先講他這個狀況是這樣 前面一開始的制度設計 沒得要去 所以我現在改成放寬之後 大量大放送 有罷免壓力之後就大放送 然後就全部衝去 結果現在限制 比方說安樂公所可能一天30輛 然後其他公所一天20輛 現在大家想要去報名怎麼處理 就只能請人代牌 所以這邊成鬧劇 然後有人去牌的領不到 然後有人去現場 然後跟公所人員吵架 所以五千份一下就會打到 因為牌不到的人 然後還有那些傳統的機車業者 不是電動機車的人 也開始在抗議 所以五千份趕快要說病 有可能 我在講第二 來 我們提醒一下 太良公民團體 現在除了派人跟垃圾車之外 電動車行 一間去拜 是 我最後把它講完了 現在基隆的民眾有一種恐慌 因為現在基隆是我們跟大家講 錢不夠了 所以會不會下個禮拜開始 驅公所變成改成只剩十輛 剩五輛 老實講很多人換機車 假如說本來要換油車 或換電車還在思考 當你政府送你 你是不是當然去換 你就當然去了 所以現在這一些業者 他們整個就連署 然後包含去現場抗議 然後直接講市長產業殺手 假環保 破壞產業鏈 然後二殺燃油車 然後整個在現場 整個就抓起來 整個抗議 因為我跟你講 他自詩自己MIT畢業 很有國際觀 搞經濟他最行 結果現在搞到一個電動機車行業 然後出來抗議 然後他們產發數 那個就出來回了 沒回還好 越回 更大條 產發出來跟大家講 業者產業轉型都有陣痛期 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是全球的共識 所以我們會跟業者一起共渡陣痛期 天啊 我們大家都知道 刀子是你遞的 你還跟人家共渡陣痛期 對 刀子不是你遞的嗎 我跟大家報告 到去年年底 整個基隆登記的機車數量 也才18萬台 才18萬台 結果謝國良短短的在一個月內 就這樣子送出了 大概快1萬台的登記數 你就說這個 你就不是公正的客觀 你是評論人而已 你民政黨對這件事 到底有態度嗎 有啊 嚴正譴責 沒有啦 一罷免是公民的自主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全面推電動機車 為什麼 歐多巴店賺錢 不是賣車賺錢 它是換歐油 機油齒輪油 換齒輪油 有時候換鈴 換鈴 就是這些騎歐多巴 兵用的 怎麼樣的時候 起的時候三百 兩百 在修理的 這是長長久久的 它要電動機車 沒有這個東西 可以修理 所以這歐多巴店的細膚 他可能 老婆就能夠這間 還有這間一天 每天換歐油 換什麼 可能一個月賺五、六、六、七萬 結果他現在可能都沒有 因為現在全部都走去電動機車行 所以才會拒絕 還會控制 這就是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交通部 不敢全面推電動機車的原因 這一些產業會一次就掛掉了 所以說做事不是你行為這麼簡單 幫方面面要顧到 不能這樣子推 好 所以這個拆糧的朋友 基隆有幾間 歐多巴店 要去拍攏一下 不要落掉這一塊 來 再來看一下最新的一份民調 最近的每幾份民調 其實民眾黨都要很緊張 對民眾黨還算滿意跟非常滿意的 只有32% 對民進黨滿意的46.5% 對國民黨滿意的35.6% 所以民眾黨正式回到了小黨 而且不滿意度非常的高 60.4% 黃國昌你借過來 對你領導的立法院的這個民眾黨團 民眾黨不滿意的64% 民進黨不滿意度45.5% 這個國民黨也有高達57.3% 好 民進黨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雖然投票票數比較少 但是民眾相對滿意度比較高 是不是在這個說服的過程裡面 讓民眾比較能接受 其實政黨這種滿意要超過不滿意 其實都很難 對現在台灣的民主社會來說 一般都會比較不滿意 可是你看民進黨的滿意是略高於不滿意的 這個其實是滿少見的 那民眾黨的不滿意度為什麼會飆到六成 我們設想一個狀況 就是說這個黨主席現在是柯文哲 柯文哲看到這個民調的時候 他召集他的幕僚 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他又要說假民調了嗎 又不是我們在執政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覺得他的旁邊的幕僚會跟他說什麼 旁邊理性的幕僚會跟他說什麼 會聽到說 報告主席 如果不是國昌老師在立法院表現這麼優秀 我搞不好我們不滿意會九成 還好有國昌老師撐住 會這樣子講 這是哪個阿Q啊 不是 連共產黨都只有不滿意七成五 這是一種講法 這是哪個阿Q啊 這是一種講法嘛 那第二種講法 所有理性的幕僚 算完之後說我們民眾黨到底這幾個月 幹了什麼壞事 就只有立法院的黃國昌啊 不然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啊 立法院其他那些立委 什麼事都沒做啊 柯文哲也沒做啊 柯文哲就騎腳踏車 柯文哲有做什麼事嗎 也沒有啊 翻到案啊 那什麼發 他的發言人也沒幹什麼大事啊 全部幾乎都在黃國昌身上 老百姓覺得勞益不均啊 八個六 所以 所以民眾黨的民調會這麼差 當然就是黃國昌嘛 所以這個時候的柯文哲就必須出手處理了嘛 所以他就是什麼昨天跑去找蔡壁爐了嘛 對不對 這個學低職了嘛 然後呢 接下來這一個他不是之前又去找黃珊珊嘛 他應該去成立一個沒有黃國昌的群組啊 本來是一個沒有蔡壁爐的群組 所以現在要去搞一個 現在要把蔡壁爐抓回來了 因為你如果黃國昌在裡面 大家很難討論 今天尾牙不要找黃國昌去這樣 這樣才能真正找到原因把這個事情解決啦 否則我判斷民眾黨做不了事 他沒辦法把滿意度拉上來 那柯文哲也指揮不了黃國昌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也幹不了什麼大事 這樣的民調還是會持續在這個狀態下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也不簡單 就是執政其實有很多包袱要背負 就好像謝國良他送了一個電動車以為大家歡喜 結果機車業者是很痛苦的 結果滿意度跟不滿意度之間還略高 那其他這兩個不用做事 只負責出張嘴巴直至點點罵人 滿意度都不滿意度都這麼高 明鳳姐你好像跑那麼久 看過這樣的現象嗎 在野黨不滿意度這麼高 其實我覺得很驚訝的原因就是 在野黨的下降的滿意度下降這麼快 因為2月1號才上任而已 那到現在才5月6月中旬而已 那你國民黨下降的速度 跟民進黨本來政黨的席次是一樣的 那應該照說你政黨的支持度 跟滿意度也是應該差不多 可見國民黨這3個月做的事情有多壞 壞到民眾已經受不了了 這我覺得國民黨如果覺得說 這個沒有關係啊 這都是假民調是某個人做的話 我覺得你國民黨就完蛋了啦 我對於國民黨或是民眾黨的民調 會不會持續地往下掉 我很樂觀啊 我真的非常樂觀 因為憑他們對於尤其是不分區立委的素質啊 尤其是選法律的素質啊 不分區立委啊 滾滾洪水不斷向下沖刷 整條大馬路早已成了黃土隔流 民宅內情況更慘 從房間到客廳變成了小瀑布 甚至已經分不清哪裡是室內 哪裡又是室外 中國廣東連日暴雨成災 尤其梅州和平遠最為慘重 望遠望去整片田地全淨泡在泥水中 從高空往下看好幾處樓房 沖刷倒塌 山頭光溜溜一片 光是單日降雨量就近370毫米 沖進家門的洪水也有兩公尺高 更別說後續清理作業 更讓災民流通 道路水電通訊嚴重中斷 住院單位出動橡皮艇穿梭街道救人 老人家走不動了就直接扛在肩上 一身開路 習近平已下令搶救人民資產 目前至少五十五人喪命 但樓塔誤會對外道路中斷 面對二十年來廣東最慘洪災 三民也只能無奈 繼續咬牙苦撐 全力清理家園 我們要歡迎這階段新交流來賓 選人教室公民老師黃一中 鄧民杰 大家好 介紹前民眾黨專門委員張一善 大家好 真正評論員吳靜宜 大家好 再次介紹的是政經評論員許惟治 大家好 我們看下個禮拜 所有對於軍事武器有興趣 觀眾朋友 這個重磅登場的是6月27號的環太平洋2024軍演 這一次的靶船備受矚目 推出的是這個有四萬噸的兩棲突擊艦 弄了這麼大的幾乎有點像是什麼 這個這麼大的一個靶劍 有人說這個根本就是衝著中國來做演習的 對沒錯 那麼兩年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非常重要 當然大家都來看說台灣會不會加入 台灣軍艦會不會加入比較敏感 不過台灣的海巡署的相關四千公噸的艦 那麼其實現在就在夏威夷附近 也就是說那麼你用海巡合作的部分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敏感的高度軍事敏感 當然問題是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是什麼 以前都會有美軍的環太平洋軍演 都有個固定的 一定把一個這個報廢的軍艦對不對 拿來用飛彈這樣打這樣打就對了 那各式各樣的飛彈 不管打不斷打 但事實證明 只有美軍 美國賣給我們台灣的MK系列的魚雷 每次都是終結者 由這個潛艇發射的MK系列魚雷 一顆就可以把它給炸掉 那所以我們台灣擁有非常多的 這個MK系列的魚雷 但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這麼多國家 二十幾個國家 一百五十架的飛機 還有幾十艘的這個軍艦 這一次它的靶艦是四萬公噸的 這個已經報廢了 現在本來是封存 這個所謂的兩棲突擊艦 那四萬公噸 要用飛彈魚雷把它炸掉 對不對 各位 你們覺得哪裡不對嗎 以前都是五千噸 六千噸 這次挑了一個四萬噸 因為老共現在要攻打台灣 最主要的登陸艦 兩棲這些突擊艦 其實所謂的洞拐五系列 就是大概在三跟四萬噸之間 所以它就把它當成了 所謂的洞拐五兩棲突擊艦 如果我們要打你的話 我們用什麼飛彈 因為它會有不同的國家 然後從空射 從海上 然後發射飛彈打 不同的飛彈打出來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傷害嘛對不對 它就把它當作了 把中國當作一個假想敵 有人評論說 那表示美國很擔心 太平洋地區跟中國爆發重大衝突 不如把它反過來想 美國希望藉由這次的實彈 打這個四萬噸的兩棲突擊艦 在警告中國 依他們現在世界各國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武力對不對 要對付你是綽綽有餘的 千萬不要進行誤判 那除此之外 那麼還有一個 這幾天發生在台灣海峽 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派鴻的漁民 在補小館 沒錢沒錢 小館要補到 大館出來了 為什麼呢 突然間冒出來一個 這個潛艇 它是冒出來的 各位要聽清楚 它是從海裡面 從海裡面 冒出來的 我請問各位 這一艘潛艇為什麼 不管是洞94還是洞96 洞96是更先進的核子潛艇 不管是洞94 那只是飛彈的 他們相關的巨浪2 巨浪3的這個核子飛彈 那麼攜帶的數量這樣多寡而已 它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弄上來 各位要知道 台灣海峽 其實還有一個稱呼叫做潛艇墳場 為什麼 因為它最深200多公尺 但那潛的地方 這次這個潛艇被發現這個地方離 那個它整個海平面只有45公尺 什麼意思 你是核子潛艇這麼多對不對 你在這個地方是非常危險的 不客氣講 要浮出來 飛機直接飛過去都可以直接用看的都看得到 不要用那個不必用那個所謂的磁性探測器 都可以看得到你了嘛 那它浮上來一定有原因的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專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問題是它絕對不是在洞和台灣 為什麼 它洞和台灣的話呢 它不用冒這個危險 潛艇浮上來是潛艇最危險的時候 它潛艇是沒有飛彈防禦系統保護的 所以後來趕快一艘等於說相關的飛彈附衛艦 趕快過來 然後一路半的它跑 事實上它一定發生什麼事情 也有可能它是故障還是維修 扶起來然後往這個地方走 不過那麼像中國的火箭發射器的火箭彈 我告訴各位 中國的火箭彈它的數目之多是世界之冠 它比美國還多 但問題是它的準度一向為人所詬病 甚至於它在全世界推銷它的火箭彈等等 還被這個等於說有些國家 人家買南韓的 買美國的 就是不要買你這個中國的相關的火箭彈 所以像這一次對不對 他們發射的火箭彈的距離很短 然後人家甚至於講說 如果那麼短的話 你幹嘛發射火箭彈等等 那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最主要是這一次 真正的真正 台灣最重要的是 這個所有的相關的潛艇 為什麼 怎麼那麼強 後來發現一件事 這些潛艇都在北緯24度 東京118度這附近 被台灣發現 那麼我們知道台灣海峽 不管在台灣海峽還是哪裡 它下面都有一條航道 他們常常浮潛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就表示這一塊這個航道 是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加以特別的注意 好這已經是第二次被拍到的 就是北緯24度 東京118度 這個地方有沒有中國核潛艦的安全走廊 會不會因此而曝光 相信軍方也會有相對應的措施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一個國家中國現在的狀況不是很理想 但是再怎麼苦 真的不能苦百姓 我們來看中國的暴雨 百姓這個蠻苦的 甚至有這個電視台 只拍拍救災 拍完救災的畫面 電視台走了 救災人也跟著停工了 怎麼回事 中國最近氣候真的不穩定 尤其中國的南方 從沿海的福建 到內陸的廣西 幾百都落大海 我們首先來帶大家來看 我們先來看廣西 廣西桂林 以前人家說桂林山水甲天下 現在海啊 現在不是甲天下 桂林山水落大海甲天下 你看那水淹到什麼地方 那淹到二樓 就是一樓直接變二樓 可能那個浮艇 車已經沒有用 用車子用浮艇 那達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說有38個氣象觀測戰 打破建戰以來 當天的那個 那個紀錄 歷史紀錄 那你說天災就算了 重點是人禍 什麼樣子呢 他們的那個 廣西當局竟然洩洪 而且是提前半小時 半小時前洩洪跟民眾講 那一洩洪以後 整個情況就變成 來不及跑 所以民眾就在那邊 民眾就說 本來下大雨就可能也還好 但是你們沒台沒機 就寫那個大洪 結果把整個廣西淹到 你看變成是 水鄉哲國王洋哲片 這是廣西 很恐怖 然後我們把鏡頭帶到成都 那成都更詭異了 就是說成都的地鐵 這是成都現在蓋那個地鐵 其中的那個第13號線 你看一個地方 那個大窟窿有多大 我們之前看到 清竹的竹北不是有個天壳嗎 一台車都掉下去 它這一個大窟窿 一台車 兩台車都掉下去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氣候變遷 然後那個水土都是鬆軟 不知道 你看這個洞 大到這種程度 怕死人 然後我們再來往北看 往旁邊看 安徽黃山 大家知道黃山是非常有名的風景區 那安徽的徽州 黃山三角下 也是一樣 因為也是淹大水 你看那個水淹到 你看也是整個都已經到兩層樓來 然後甚至那個高壓電塔倒塌以後 導致那個整個鄉鎮 而且這個鄉是被認為是非常有名的古都 沒有 整個古都也是淹到已經兩層樓 然後高壓電塔倒塌以後 整個全鄉沒有電 沒有網路 沒有信號 什麼什麼三五 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在鏡頭帶到那個福建 那福建的那個熔岩五坪線呢 也是情況也是很一樣 然後整個你看那個水 吐石流下來 然後拉 然後這裡面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有些很詭異的事情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事情很嚴重 所以央視有帶那個攝影團隊去拍 然後就去拍說他們救災 然後他們救災很奇怪 有沒有看到有畫面說 他救災是拿那個水盆往外坡 你有看過那種救災是拿那個水盆這樣往外坡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你根本就是在演 那演就算了 沒關係 那是十九號的事 然後更誇張是走了以後 他們連演都不演 二十號 六二十號那天 就民眾變這樣 整個變迷人了 他們說變成兵馬勇 現代兵馬勇 那個亂泥巴到這種程度 然後這個老爺要 整個人是這樣浸到這樣 然後重點是 他說因為記者走了 所以他們隔天就不演 然後老爺變這樣 好了你說中國各地都 情況那麼嚴重對不對 那他們的老大 習近平人在哪裡 習近平去青海 青海沒有淹水 青海有下雨嗎 沒有 青海沒有睡 所以習近平去青海調研 調查研究 他還去青海的學校 然後還有一個戲寺廟 然後看起來 一片看起來非常的祥和 有沒有 你就覺得好像有兩個世界 他的南方淹大水 結果習近平在北方 在這個西邊的那個青海 在那邊 還有那個喇嘛這邊看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有中國的那個評論家就講了 就是說今天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非洲 拜託習近平幾個億就下去了 非洲的兄弟他很在意 可是今天如果這個淹水發生在他們自己的 那個南部的這些城鎮的話 你看習近平好像當作是沒有這回事 所以真的說話要不要聽 我們不喜歡中共 但是對於中國人民的那個苦難 其實我們也是感到同情 就是跟著民意對逆向操作就對了 但是問題是他 他就不去哪裡就對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連續一兩個禮拜 被說怎麼在茅廁求官 其實他在上廁所的時候 跟李明顯我討論到說 到底這個市長的選舉 有沒有可能用民調來決定誰出來 意思就是說新北 如果黃國昌贏的話 國民黨讓還是不讓呢 這件事情被討論了很多天 他終於在一場專訪當中 提出了他的說明 之前他都沒怎麼回應喔 我們來聽看看 我覺得因為他是在綠媒上節目 所以他可能只是評估直序講說 他上廁所跟你的對話 然後會被用這個角度切入 跟這個放大 那也有擴大器的問題 你可能也不能完全怪李明顯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怪他 這件事情我從頭到尾 怪我自己 真的真的 我從頭到尾就怪我自己 哎呀 這樣子還有人說你機場秒度 真的是 沒有真的我從頭到尾就怪我自己 對 以後不要隨便跟人家聊天 真的 反正也是最後還是得走到 就是大家對這件事情必須面對說 怎麼處理 還是得要這樣啊 不會啊很簡單啊 比明掉 阿柯就不要叫我去 不要聽你就好了 所以關鍵鑰匙在柯文哲在主席 當然在主席怎麼會 你真的是一語驚喜夢中人 哎呀 這句話說出來意思就是黃國昌 他並不是對新北市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藍圖 一種想像一種服務跟奉獻 他是被主席指定不得不去新北市選嗎 當然不是嘛 一開始他覺得他新北市勝選有望 所以他不斷的去找國民黨的人說 那個包含李明賢在廁所對話嘛 那不只李明賢啊 他也跟張家俊問過啊 說你姐姐張立善 還把張立善說成是張家俊的姐姐 張立善應該會很開心 應該就不會去新北選 因為他知道國民黨 如果在新北市提名人的話 他的狀況是不可能當選的 所以他不斷的去問國民黨 會不會去提名人 或者是希望能跟國民黨 有一套所謂民調整合的機制 讓他可以去參選新北市 他才有贏的機會嘛 他從來都不是戰神 他是卻戰神 從戲子的狀況就可以看到嘛 他戲子被國民黨的人罷免的時候 雖然沒有成功 他第二次就不敢去選啊 所以他根本不是戰神 他一定會打 他有勝選機會的選區嘛 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在往回頭路 在找他的台階下了嘛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民調的關係 因為他不只讓民眾黨民調腰斬嘛 半年內在國會裡面 他雖然聲量很高 但是仇恨值更高嘛 讓民眾黨的民調腰斬 然後不滿意度高達六成嘛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 在所謂的中廣的民調裡面 他的撒喀都裡面只剩下13% 13%是比民眾黨的支持度還要低哦 也就是說他現在連民眾黨人 都不一定支持黃國昌嘛 所以柯文哲以前說黃國昌太優秀了 一個人抵四個立法委員 現在可能要反過來說 黃國昌是不錯啦 他抵半個立法委員 不是他把八個七 另外七個立法委員全部害慘了 因為他是把整個民眾黨的制度 簡半腰斬嘛 現在民眾黨在國會裡面 還是只有一個立法委員叫黃國昌啊 但是黃國昌你民調腰斬的情況下 你怎麼說你要參選新北市市場嘛 連國民黨以前還會怕黃國昌哦 因為他身量高 但是現在黃國昌國民黨都不怕啦 就不斷的把他往新竹送嘛 說新竹可以禮拜你 不斷的都是國民黨在放話說 黃國昌去選新竹 因為國民黨來講 新北是不可能放棄的 但是新竹是可以 跟所謂的民眾黨合作的嘛 但是來了 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的所謂的年底 2026的戰略裡面來講 最重要的是議員的成長 而不是市長的當選嘛 尤其在新竹市 本來柯文哲自己就本身就有一定的支持度 他不需要黃國昌 所以他需要黃國昌是佔所謂的都會選選區 尤其在雙北地方 把所謂的議員的席次拉高嘛 這個是所謂柯文哲的戰略 所以黃國昌你雖然會輸 但是你還是得幫我佔新北嘛 更何況高鴻安來了嘛 高鴻安現在一審判決斷沒有定案啊 他也有可能繼續選啊 難道要叫他選高雄為什麼叫他選高雄呢 因為最近高鴻安被人家發現一張P圖 他吃芒果冰說夏天到晚大家吃冰 吃了你就吃新竹的芒果冰就好了 你為什麼跑去吃高雄的芒果冰 被人家發現你P圖 P圖就算了 因為我們說真的正式任務很忙 常常P圖 但是你拿一碗新竹的芒果冰 為什麼光是芒果冰都會被發現抓包是高雄的 P圖現在AI技術很好 你新竹的棒球場的土沒有送去美國 被抓包就算了 連個芒果冰也出槌 對 而且現在AI巡圖的技術非常高 你只要一P圖大家都開始比照 AI的技術就幫你找出來了 就是高雄市店家的芒果冰一模一樣 結果你被人家算出來說 AI找出來說是你P圖的 你就承認就算了 沒有 他說我們新竹市的AI很好 他有可能新竹市政府的新聞稿的原因是 他不是說這個芒果冰是AI算出來的 他是說高雄安是AI圖算出來的 高雄安是假的啦 所以被網友大虧嘛 說你到處這個P圖 這張就出來了 清明節可以吃春捲 端午節吃肉粽 這都P了 中元節可以拜拜 然後還有大薯 麥當勞的大薯條 中秋節吃蚊蛋 月餅 冬至吃湯圓 最後入肩 入肩 這個很好 明湯都寬和的 我剛才講就是說 那個七月才一審 一審還不用入肩 七月一審的判決下來 他只要是停止而已 未來還有二審跟三審 三審才會有入肩 所以未來高雄安 即使一審被判有罪 他也只是停止 他都還有參選人權利 所以未來的司法的進度 當然牽涉到高雄安 可不可以參選嘛 所以現在怎麼可能去討論 黃國昌可不可以選新竹市的問題 好 所以現在討論是為之過早 但是這個黃國昌不聊 維持他一定的聲量 繼續咆哮 肯定是要的 這一回他咆哮的是 會計法 來聽看看 我老實講 我那時候看到柯敬明在說 他要還原歷史真相 我真的是聽的是火冒三掌 2013年5月31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四個黨團的黨編 躲在議場背後的小房間 切黨團協商的結論 通過會計法99條之一 就是要讓地方民意代表 他們污走的那些錢 全部免除法律責任 那個時候是什麼 社會花蘭群起反彈 搞到後來蘇貞昌 民主進步黨的黨主席 道歉 總統馬英九道歉 因為這件事太可恥了 柯敬明現在在講說 國會改革法案是黑箱 我聽你在把噗啊 柯敬明 你們幾個黨團的總召 那個時候躲在議場背後的小房間 簽的那個法案 才叫做黑箱啊 結果你柯敬明到2024年的時候 你要篡改歷史哦 說那是文字書肉啊 沒有什麼爭議啦 要還原歷史真相 這種垃圾話你都講得出來哦 我聽不下去啊 Grace他這樣繼續的咆哮嘛 有效嗎 他最近的聲量高 但是負面的聲量跟正面的聲量 哪一個比較高 因為他講他最近的聲量 其實已經被這個 翁上仁跟徐老星比下去 還有葉原汁 因為他總是喜歡上對下 所以他是翁上仁 對 重點是這樣子 就是有插嘴恐懼症的黃國昌 他真的對於柯敬明 一直以來都很敏感 所以你會發現他為什麼要講述這一段 他是沒有要這樣講 所以我必須要講 黃國昌他在慌什麼 他一定在慌的是什麼 就他必須要持續的 繼續的去抹黑 有一句話他講的 我覺得是講的很重要 他是說 媒體策異都在你們民進黨的手上 所以你會發現他所有的話語 都是繞在這個上面的部分 那原因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剛剛這個易善哥有講 新北市的這個民調 你要知道耶 你知道柯文哲栽培黃國昌這麼久 花五個月的時間 栽培出蛋 衝蛋 你知道什麼是衝蛋嗎 他在18歲到19歲 也就是未來兩年後會投票的那個 年齡層裡面 他拿到的民調數字是多少你知道嗎 跟任何人比喔 0% 我難以想像耶 你很難聽到說 有年輕人接到電話 寧願說我支持李四川 沒有人去支持黃國昌 這才是黃國昌要慌的 你他的筆也太好笑了吧 對啊 這才是黃國昌 現在心很慌的地方 所以他還要繼續的噴嘛 我講這叫做Troll 就是說英文的T-R-O 這叫什麼 噴子文化 我就是一定要繼續噴 而且噴子文化他強調的是什麼 他就是強調叫做情感和煽動性 然後拉起對立和分化跟分裂 他才能鞏固自己的同溫層 所以你會發現黃國昌有個特質 他在他自己的YT都很敢噴喔 那他在別的頻道其實沒有那麼勇敢 原因是什麼 因為youtube有他的演算法 他就是鞏固他這個演算法的基層 可是他都忘了 他的可信度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我之前講嘛 2024總統要選誰 請聽女生的話 你知道這一次 黃國昌在這個民調新北裡面 女性支持度多少你知道嗎 4% 只有4% 女性朋友 你也選川柏 也不選昌哥 對 所以 所以大家都覺得 這很奇怪 因為我跟你講 這個黃國昌說他有俊俏的臉龐 居然女性支持度只有4% 所以他只能幹嘛 他只能回到他的同溫層 去做所謂淺薄的政治對話 所以你會發現他今天 就算他今天 大家在講啦 就是昨天嘛 這個所謂這個立法院熱熱鬧鬧 這幾天 不管是青鳥跟男鳥 都出來了 那我問你 柯文哲呢 沒有鳥耶 他們去哪 他們是大家都已經討論完了 投票都投完了 都確立自己是這個叫做不舉小藍八 沒有 他們現在全部都舉了 全部就等於是藍的嘛 他們以人家說他以前是小藍錯 他現在是正藍軍 對 然後呢 今天的他的重點要放在哪 他告訴大家 他們今天的這個公民運動 他的重點叫公民 不是國會改革 所以是我認為啦 就是說黃國昌他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他想要做網紅 他想要透過網紅政治來拉高他的聲量 可是因為他的可信度已經非常低了 他在新北市的國王的新衣 已經被人家扒了一層皮了 國民黨也不會再讓他的情況之下 他到底要何去何從 我覺得這才是黃國昌很緊張的地方 就是當了兩年立委就沒拉 下面沒有了 可是你要知道最近 你要知道有一些言論出來了 我在一些民眾黨內部 一些群組等等看到一個什麼言論 什麼言論 黃國昌是一個很優秀的立委 不應該只讓他當兩年 如果只讓他當兩年的話 我們立法院要給誰捍衛 哇 所以你看現在這種言論出來 我相信接下來會往這邊發展 對然後剛好搭配 我們這個黃國昌在這個電視台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嘛 都給柯文哲決定嘛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 好這個青鳥行動呢 接下來這個搭配的是全國各地的罷免行動 在台中的部分呢 居然我們剛剛這個陸續 Cue到什麼 罷免要罷月圓資 徐曉晶 主題曲 大概都只有一首到兩首 台中這個F4居然有 整張專輯都做好了 叫做展翅廢翔 來聽聽看 可以一路聽到7月底 來看看 來自台中是誰的趣味 內陸三屯去門後的馬寶巨鷹 中間藍線的首歌 鑽鞋 共為失敗者 靠馬上為己身受 覆碎組織的喜憾 不懂撞動的希特羅 事宜要去吞搖搖流課 大人身臟 把人退下盡量吃高台 葉子嗎 把喜憾勺子花高 放假地醒了 微笑的春節都沒做 台中散沙中負面身最高 媽媽沒叫好的奶包 好面對這個罷免 其實每個人對應的方式不一樣 比方說葉原資 現在就開始跟王定宇捉對施殺了 那國民黨是這個開始展開了 護心戰 一定要保護許巧心 台中F4又是什麼樣的一個對應策略呢 最近這幾位 這個能見度很高 仇恨值很高之外 你剛剛提到了這個廖偉翔 其實我們跟他媽媽很認識 這個廖偉翔為什麼仇恨值那麼高 他的志公主 罷免他的志公主是最多的 仇恨值最高之外 因為那個你們天龍狗真的害死人 你知道嗎 這個立法院真的是染缸 染缸的 你知道過期 台中散沙裡 不管是藍或綠 我們講藍的 縱使是嚴親標 縱使是嚴寬恆 來台北還沒叫龍門開 還請西裝輸文 在禮拜晚上 這個活動已經不止了 這個幾乎每天都有 你知道我昨天去到這個現場 看到這個牽棒 他還寫了什麼 你看彈幕是這麼大隻 就是說請常念罷免廖偉翔 那你一般說請常念 歐米豆 請常念罷免廖偉翔 怎麼有這種事啊 然後呢 這個活動之外 現場說 秀氏來 快點把你的手機拿 掃個QR Code 這個罷免政二代的草包 裡面很有名的展示廢祥 這個在網路上面的群組 都已經串臨到 TRACE FB一大堆 再來廖偉翔 現在自己是說 你剛才說 那個葉原資開始高調 要跟王定義 那是在頂高級 從徐曉欣 包括羅廷偉 包括這個廖偉翔 都變廖偉翔 廖偉翔 廖偉翔 改了什麼事情 說最近再來 說到我的學校 他裡面就寫說 他幫我們中科大爭取了 學校校舍的改建 大家說 你也在前夜 在那之前說 捷運難戰是你爭取的 你整個說台東七七八七都是你爭取的 都是你爭取的 都是你爭取建設的 他有爭取到什麼 四月份有開公 開一個協調會 叫學校的宿舍 宿舍跟校舍差這麼多 校舍是什麼 就是張廖萬間 現在我們教育部的政策 上面我們學校 有這個 護理學院 要刷去南屯校區 你的媽媽的學區 你媽媽的管區在西屯 所以最近在南屯 這是所謂的 就是張廖萬間 他協調 提升到實戰力 這讓我們校舍沒有流標 可以繼續去 今年年底要完工了 什麼人去檢查 那時候就是 我們的前副總統 賴清德 結果他也敢說 這是他的政策 這問題來了 你們這麼多年 這麼多人 這些為什麼 醜污值高到這種 就不行 因為大家最近看 你明明都沒有做功課 你要咨詢什麼 你也都沒做 你割了一點 你自己本身就沒了 當然本質選擇 立法也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包括這個 你剛才講這個 還是羅天偉一樣 也都有臉書 那最近我們台中的盧媽媽 盧媽媽他對這肝兒子 你只要說F4 不能說F4 F3 然後最近有 我們常說有個誤條件 你們天皇國就沒有我們好 我們盧媽媽也做人 古年誤條件十五萬分 今年三十五萬分 在我們各大夜市跟菜市場 都發了 兩百塊或四百塊 對菜市場 揚市場 很好 就把它揚下去了 這是合法的 這個私語小會 那麼給誰做 給這些F3這邊 臉書就打說 他也爭取到誤條件 你看看來 說到做到成功爭取誤條件 這是羅天偉下傳 大理我們各個集合式住宅的電梯 都有一個公布欄 大理那裡 整個民眾動不動 那沒辦法說 小老師 你要照電視拿出來說 發現 所有F3裡面都拿出來做 說都他們爭取的 你也正案 這是台中市經發局跟盧媽媽 跟你們這F3 牽扯條件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不可以 好好的都穩 我跟你說 你如果說要這樣 七七八七還不夠 你乾脆講說 以後我們的那個國道也好 高鐵也好 全部都你正處 你要講 你要講的 有所本 大家三講四道歸 講的都人情義 人情義理 都雙天海裡 說出來很大聲 說出來 做出來大家 你們這裡做理 為什麼沒有幾個月 所以我剛才講說 天龍果害死人 現在這幾個都米糗了 台語說米糗了 嚇到了 你正好不要嚇 站出來 因為我們台中年輕人 這個仇恨子 因為你要等到明年 才會罷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仇恨子越來越高 他們就 有人跟他教說 你越好 我還出來講話 最好都沒有你們的事情 沒關係 現在這個仇恨子 我覺得說 因為他們的這些組織 大概從羅天委這個罷免他 罷免這個廖偉祥 這兩位的仇恨子 最高這兩位 中國二十一號出動公安 司法國安的單位 發布行規 承治台獨頑固分子 包含建立台獨組織 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推動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等 可處刑期十年以上或最重 而判死刑 巧的是 承治法令發布時間 九個立法院覆議案 表決出爐同一天 而覆議案否決後 不只中國要打擊台獨分子 還派出四十一架次共機 七艘共艦擾臺 三面夾擊台灣 而學者分析 對中國目的當然是要打擊台獨 但這回台獨定義 並非單純主張台灣獨立 只要你認為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富不隸屬 或是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都是中國眼中釘 洛惠也反擊中國 北京對台不懼司法管轄權 所謂的法律與規範 對國人毫無拘束力 但也提醒國人慎重思考 赴中國的必要性 中國持續打壓 恐怕只會讓台灣人 離對岸越來越遙遠 接下來我們帶你看看禮拜五 禮拜五這一天赴議案 這個在藍白聯手之下沒有過彎 這是本來就有準備的 但更特別的是 中國方面神秘稀稀說要開一個記者會 具體內容是什麼 提前都沒有公布 我到了現場才知道怎麼樣 頑固的台獨分子 不管天涯海角 不管是不是在中國的領土 我就是要把你抓到岸 這個太頑固的台獨分子 直接判死刑 對 沒錯 會不會太離譜 記不記得 傅崑奇在花蓮的地震 那麼搖完了以後 事實上還在附近的過程當中 突然間非常急的 就帶著國民黨的立委 到北京去嘛 去朝貢 回來了以後 就搞出了這個所謂的 國會黑箱擴權法案 那昨天中午12點多 當台灣的立法院 那麼開票出來了以後 負議案被否決了以後 三點整 突然間中國共產黨 開了一個記者會 開了什麼記者會呢 就有陳兵華開這個記者會 他們發言人 然後講怎樣 直接直接根據 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罪 然後跟你羅列了一大堆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罪名 那你大概觸犯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方式呢 那麼更可笑的是 他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包括無期徒刑 包括死刑 然後跟你說 就算人不在 為了捍衛中國的主權 統一跟領土完整 就算人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對不對 一樣起訴 一樣判刑 而且跟你講 人不在這個中國裡面呢 你還可以請律師 人不在我請律師幹什麼 就莫名其妙嘛 對吧 但是嚴育署說 那麼只要你是顛覆國家 你是要意圖台獨的話 全部抓進去的 而且很神秘 為什麼 在記者會前五分鐘 才把與會人員的名牌放上去 然後大家才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記者會對不對 只要你是說 這個所謂台獨都算 惠銘我請問你一件事 我們能不能在這個自己也開個 開個記者會 對著這個等於說 這個網路上面講說 我是地球人 我對外星人深重珍重警告 那你已經觸犯了什麼相關法律 外星人不得到地球來 否則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你啊 這個判死刑或十年以上有基督刑 你可以不要來地球 但是你可以請律師 你瘋了嗎 對不對 你瘋了嗎 你按照他的標準 你知道今天馬上有人就可以 立刻試用 可以實名舉罰是誰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朱立倫怎麼講 朱立倫說他們的法律 中國大陸的法律 不急於我們中華民國台灣嘛 然後呢 王宏偉也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不急於我們 沒辦法管到 他們沒有我們台灣的這個 司法管轄權嘛 那你們兩個如果按照他所講的話 你們是直接 那麼直接 那麼侵犯到中國 對台灣的這個司法管轄啊 那你們不是台獨嗎 法律台獨也算 什麼叫法律台獨 你說中華民國四個字 你就算台獨 那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的話 朱立倫也好 王宏偉也好 全部都可以抓去關啊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這是幹嘛的 這是發送的 我說坦白是發送的 用法律戰 那除此之外呢 記不記得 上個月他們在搞了一件事嘛 武大控 說這個五個人是要制裁的嘛 對不對 包括黃世聰 宇北城 王毅川 劉寶傑 李正浩 當時對不對 當時這五大控 他們後面還講說 要實施更嚴格的制裁嘛 他們都這樣說嘛 對不對 當時是大家都以為說 就有他們 跟他們的家人家屬 不可以進到中國跟港澳 你就是這樣而已 你知道嗎 當時這五個人 事實上未必列進去 因為他們都 我都很熟 寶傑 劉寶傑跟黃世聰 絕對不是支持民進黨的嘛 但為什麼 為什麼鎖定他們 其實當時鎖定他們是因為經濟因素 因為他們把中國現在經濟很糟糕啊 給講出來 那中國現在想聽辦法 說實話了 你說想聽辦法 說實話有罪 中國現在經濟差到什麼程度 你不要聽過人買東西買衣送衣 咖啡買衣送衣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過買房子買衣送衣的嗎 現在買房子買衣送衣耶 你知道嗎 所以呢 現在中國經濟很糟糕很差的情況下 你把實話說出來 他們就經濟回衣送衣 那現在只是把那個觸角呢 延伸到更大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事實上 事實上告訴各位啦 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啊 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只要你說過中華民國的全部都有罪 七月一號開始 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帶到中國去 中國的公安隨時可以檢查 裡面有一句罵習近平的 對不對 你敢死啊 你知道嗎 所以你千萬不要開玩笑 我奉勸大家 每一次不要再去中國旅遊 你不怕死對不對 有一天你被 因為去中國旅遊或是經商 抓去的時候 不要再來要求中華民國 台灣的政府要去救你們 因為那是一個野蠻的國家 好 這是中國現在呢 鄭重的跟全世界宣布 主張台獨的人要抓去關 要判刑 甚至嚴重的話要判死刑 這是中國非常阿拔的政權 接下來大家看看 這個到底民眾黨出了什麼事情 不滿意度高達六成 這麼多人不滿意他 三個黨裡面 滿意度最低的也是民眾黨 問題出在哪裡 柯文哲可能想來想去 覺得說 還是蔡壁如說實在話 是不是 不然為什麼三訪蔡壁如 那個訪朱哥類也不過三次 是不是 無視夏英春有視蔡壁如 不是中務院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柯文哲 這台民眾黨的拼裝車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組成 包含民眾黨的本身 包含有時代力量 有親民黨 甚至連新黨 統促黨的人都有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自己人 真正自己人 只剩下陳佩琪 柯媽媽跟蔡壁如 所以他有事情 一定會去找蔡壁如說 到底我現在發現 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們民調如此下滑嗎 第一個問題就是柯文哲自己本身的聲量 不斷的被黃國昌所碾壓 柯文哲在黨內已經失去了領導能力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好 那我即使給黃國昌帶領 那黃國昌的仇恨值這麼高 我的民意調查的制度腰斬 那我的仇恨值不滿意度高達六成 這都是黃國昌造成的 所以這個黨也不可能讓黃國昌去帶領 另外找蔡壁如還有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不要忘記了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包含金華城案 跟所謂的星光的所謂的四北科案 四北科案的林玉宏 現在就是台中市政府的副秘書長 我都很懷疑是不是蔡壁如 建議推薦她到台中市政府了 所以還有五大弊案的問題 要去諮詢蔡壁如 所以這些問題本身 他都必須有必要去找蔡壁如 來所謂的肯談一下 看未來這個政黨也好 或者他本身自己在台北市政府 弊案也好 因為以前蔡壁如叫地下市長 他一定會有一些方法 一定會有一些方式 來幫所謂的柯文哲來脫罪 因為黃珊珊願不願意幫柯文哲 扛罪都是大問題 所以願意幫柯文哲扛罪 會不會只剩下蔡壁如 所以變成是蔡壁如 變他最後一根救命的稻草 蔡壁如被撵出去那麼久了 還願意幫他扛嗎 這就不知道了 蔡壁如我說真的 蔡壁如忠於柯文哲的程度 是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 所以他會不會因為有些事情 柯文哲發生了 他幫他扛折 包含一些之前 其實在議會調查有說過 那個所謂的不正常的金流 是不是也跟這些都有關係 我是不知道 所以這些問題發生在柯文哲身上 他當然一定要去找蔡壁如 但是我要講說找蔡壁如有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蔡壁如本身都是這些問題的可能的發動者 包含他民眾黨 以前在蔡壁如的主導之下 其他人是進不去的 現在交給了黃國昌往右邊走 左邊的乘客就跑掉了 那你現在交給黃珊珊往左邊走 右邊的乘客都跑掉了 所以你這個已經是拼裝車的民眾黨 到現在為止連方向都不明 還到處蛇行甩尾的結果 就是翻車跟解體嘛 所以現在就大難零頭各自非 大難零頭各自非 在國會的一個最新狀況怎麼樣 其實國民黨的滿意度也很低 不滿意度也很高 那麼明明就是在野黨沒有執政的包袱 為什麼支持度一路滑這麼多 其中有幾個寶貝 包括了慕尼黑大學的法學博士 也是一寶 我們聽他講話的這個 會覺得說怎麼有一種 就似曾相似的感覺 就是來到了黨國威權時期 來聽聽看 我們要跟誰統一 這個國家統一的這一個部分 在我們現在至少就我的理解 我們現在並沒有再採取 反攻大陸的政策 是 是您不採取反攻大陸政策 還是我們全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採取反攻大陸的政策 至少就我的理解 我們國防部 我們國防部在 來 第十 在我們的憲法第十一條裡面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現在涵蓋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 本席以為賴清德總統 他才是中華民國賣國賊 麥靖德总统说 中华民国的前途是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2300万人共同决定中华民国领土是在哪里 我们有经过宪法公投吗 在没有经过任何宪法公投之前 这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对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你们要是看到了鱼儿往上游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我看到鱼儿往上游我就会想到万二的共匪 所以我们要用功读书反攻大陆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们 蒋总统万岁万岁万万岁 蒋总统是时代的灯塔民主的救星 有没有这种干嘛很熟悉 这个完全没有违和 汪小连的概念 其实讲到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难道不该修吗 修了又有这个有人接下来用台独制裁你让你判死刑了 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Grace 所以国民党这个民调会掉那么多 其实跟国家定位是大有关系 以及最近以来的推动的这个什么军公教 这个年金改革也要返回去了 不当胆胆也要再拿回去了 都有关系嘛 这个 民调都跌了 人世不快乐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这首歌应该是柯文哲的歌 其实柯文哲受伤最深 对 再来是不痛不痒的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他们现在是以为 你要知道2024选完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国民党的声量真的是有史以来冲的最高的 不然以前都是一选完之后 国民党的声量就不会有这么高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应该是说当这个国民党每一次选完之后 假设成为在野党的时候 他的民调不会跌这么快 但是民进党成为这个执政党 居然民调就一直逐步上涨 跟这个所谓这个蓝白 一直成为这个喇叭口 更恐怖的是蓝白加起来支持度 居然也没超过执政党 所以这才是我认为 这个在野党应该要去注意的 因为我是觉得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蓝鹰一直要对决青鸟 我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 青鸟到底得罪蓝鹰的什么 我觉得很不对劲 但是你蓝鹰应该要去跟青鸟解释清楚说 你到底国会改革到底在做什么 你也有没有违法乱权嘛 对不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两件事 大家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的这个藐视国会罪 跟你反质询 这两件事 你要如何直化跟量化吗 我说难听一点 刚刚这个节目有讲这个 中共提出来的分裂国家罪喔 你知道它的直化量化非常的细耶 如果你怎么样然后罚刑法多少 如果你怎么样然后它是如何判定的 都写得这么细了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蓝白都写得比 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罪 还要写得这么的粗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嘛 如果他们要效仿中共 那真的要拿回来自己再看看 人家是怎么写的嘛 问题就来了 民众党 对 为什么从2月到现在已经6月要底了啦 没有一个律师敢站出来说 我保证这一次的法案绝对没有危险 很奇怪 你看 那上百位律师认为这个是违法滥权了 但怎么全台湾 支持的律师到底有几个 国民党里面也很多律师啊 为什么连一个都没有敢站出来说 这个蓝白的法案是这个没有违线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 但我认为克文哲有一个件事情非常严重 他的内部管理问题 出了问题再去找蔡壁吾 对不对 就像大家说他这个新竹的土地嘛 明明你就是要种芭蕾树 结果最近长出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木瓜树 这有什么差别啦 都是植物啊 可能这也是屁股 A.I.酸醋 对 就表示他内部管理都不得当嘛 对不对